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一个礼拜 很快就到了 这个不是四日已过 我们每次见面是 四星期已过了 相信 在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在教学的第一线 应该遇到不少境界 应该大家都处理得很好 所以也没有忍者 有提出问题 写来问题 大家一起切磋 所以大家佛法的运用自如 随缘妙用 我也跟大家提过 我们算是教学的一个teamwork 团队合作 哪一位忍者有遇到什么问题 提出来 我们可以集思广益 大家提的时候 可以不记名 匿名 匿名 来提 现在有忍者 有遇到的问题 想提出来 大家一起探讨的吗 不然 不然我这个teamwork都喊得有点形式了 这个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那变成形式了 大家都不能切磋 不能变成大家的后盾 那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负担了 怎么又到这个时间 又来要听某某人这么啰嗦 一天还得一个半小时 不知道我现在时间宝贵吗 是吧 所以 现在面对的问题 比较多 纷繁复杂 真能解决问题 这个重要了 所以佛法管用 我们今天把正法 介绍给亲戚朋友 先以欲勾迁 这个欲是他想要的 他现在最头痛的 你能帮他解决 他觉得传统的话 管用 他时间有限了 你讲一堆道理 都没有切中他的问题 他可能就觉得 这个帮不上他 好 我又讲了一两分钟 看还是没有人举手 导致上说要随缘 这个不能随缘 就会造成尴尬 是吧 这个面面相去 这个就是不能随缘 好 这个 有老师举手了 有请雷老师 阿弥陀佛 法师晚上好 刚刚发师提到 在这一段的过程里头 有没有遇到教学上的 一些困惑 小霞在这里 也把我的一个困惑提出来 请法师和这位同仁们 帮忙解答 是这样的 就是我自己呢 带着一个初中班 这个班呢 今年已经到了初三 当时带这个班呢 也是学校里面 相当于一些 比较调皮导弹的 还有一些学习成绩 比较差一些的同学们 我们这样 组合成的一个班 就是在初一的时候呢 就感受到说 如果再没有一个调整 可能就会被整个大的班级 给甩掉 所以呢 也是出于学校领导的一个 相当于是传统文化 在校园里面的一个实践 希望呢 能够就是做这样一个班 就是说 他们在原来的班级 已经跟不上这个班级的节奏了 我们来做了这样一个班 就是希望能够调整 他们一些好的习惯 然后在这些做人处事上面 能有一个调整 这样呢 也不至于因为学习呢 就让这些孩子们丧失了信心 然后就这样的混了三年 这样的一个初心之下 组合起这个班 那我感觉呢 我自己还有 我们团队一起过来几个人呢 我们来到这个学校里面代班 我们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心态很平和 就班里面同学们 他们确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骂人啊 打架呀 抽烟啊 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问题 我们慢慢的来调整 我呢也都觉得 每一个点呢 也都是一个机会教育点 跟同学们来做一些交流和分享 也把我们从法师的课程里面呀 自己学到的一些跟同学们 就是随缘随缝的来做传递 但是到了初三的时候呢 校领导也给我们开会 也要强调出三了 不管我们做人做事教得多么好 最后这一年是收官之年 那领导们都要从考试成绩上面来判断 家长们呢 也要从这个分数上来做一个判断啊 就是说师傅考上高中了 考得怎么样啊 要从中考成绩来看 所以呢 前段时间领导也给我们很郑重的开了会 说 虽然前面呢 我们也取得成效 确实孩子们也听话啦 懂事啦 跟父母们这个关系也改善了 但是说你们一定要把握好 这个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啊 咱们最后来人家口碑 大家的这个 就是怎么评价这件事情 他最后的这个评价 你必须得拿出成绩来 当然我就从我这个角度 我也是在努力的权衡这个点啊 就是 我相信传统文化就是 这样下孩子们那个成绩 它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可以来的 不能着急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氛围之下 理论上知道不能着急 但也是确实也是容易着急 因为呢 又要赶进度 学校里有进度 同时呢 我们的同学们 他们确实是基础要差一些 你又不能着急 学校又在催进度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有的时候就心态就平衡不了了 哎呀 着急的想要催促同学们 太慢了 赶不上进度 越催促的时候呢 就感觉同学们就更慢了 这个马哈这个就容易 着急 上火 生气 情绪就容易起来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呢 我心里头呢 也有一点点的压力 是压力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学校很重视 优秀传统文化 做的这个班级呢 也是一个 就是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的一个实践 想要证明 就是说传统文化 在体制的学校里头 它是也能产生 非常好的效果的 它绝对不是说 好像跑到体制的边缘 去做一些 这也是校领导当时的一个初衷 就是在 希望权衡招二者的时候呢 我就不知道最后说 我拿出一个什么来 这就是领导也满意了 家长也满意了 对我们一行的同仁呢 我们也尽心尽力了 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吧 我们感觉还是平和的 然后那个 就是还是 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啊 就是我们还把一些做人啊 他们的正确思想观念啊 做一些权衡 但是确实是在初三这个阶段 就是 给予这样的时间特别有限 课程呢 进度赶得特别快 就是在这个 客观的现实面前呢 也有这种 很多的被挤压掉的一些时间 所以我感觉这里头呢 可能也有我自己 不坚定的地方吧 因为眼前一下子成绩好美好啊 或者家长他着急了 马上给我给回来 老师们的一些压力 就容易 让我这边产生一些 很着急的一个心态 嗯 对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感觉就是 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教学上 尤其是进入到初三啊 这个学期 这已经开学了近两个月 好 我的心态上这个着急 就比以前变多了 嗯 就是这样 我之前很能看到同学们的一些 闪光的优点的地方呢 在这个着急之下 就变少了 感觉就是这个情绪上面 这个平稳度就没有以前好了 嗯 这应该是我的心态上出现的状况 我想 好 谢谢 感恩 谢谢 雷老师 我们 在教孩子传统文化 那 首先呢 也是身教 那 学传统文化 也要面对现实情况 所以您现在面对的 也可能是学生 当下跟以后啊 要面对的 我们学传统文化 也不能学的太理想化 但是我们 这个信心 不会因为 发生的事而影响 我们一些原则啊 也不能不守住 但是呢 面对现实情况啊 我们也要懂得 该妥协一下 还是要妥协的 你比方说这个 现实上 有这个成绩的问题 那 学校在看呢 家长也在看呢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 大家都是随缘妙用 都好像都没什么情况 那现在 面对现在这个出山的 就是一个缘分的 那要妙用啊 那要产生 自受用啊 跟他受用 那妙在哪呢 妙在我们呢 没有被境界 动心 动了 动了 得失心 动了 着急的心 我们自己就不妙了 那学生也会受我们 情绪的影响 所以老阿商说 这个妙妙在不能 动情绪 不能动心 所以我们面对境缘呢 首先要护好自己的心 因为这个孩子 这个境缘 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我们的心 我们的正报转 那您的警觉性很高 您已经察觉了 没有之前稳了 毕竟进入出山了 可能这个同事啊 家长啊 常常会跟您提成绩的问题 但您也要定 您也要去安他们的心 当然安自己是所要的 我们有信心 今天 比方说考试这些问题 就跟了凡事训一样 是吧 他有没有功名 有没有那个福分 这是修来的 不是说他考试很厉害考来的 当然不是说他都不看书了 就考得好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同学啊 平常成绩都很好 一遇到正式考试了 就不好了 这同学跟我很熟的 成绩都是 像我们以前 都是高雄旅中了 结果一考 考到前证去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我们教孩子 一来 他才真正有在积他的福分 他懂得孝顺 他懂得去帮助别人 恩田 福田 敬田 他在基伏报了 再来呢 一个人学习 他孝心有起来了 他有动力 包含他看到老师的用心 老师的努力 他很感动 他就会去 去去 奋发了 所以 假如连学生也召集起来 那欲数 则不达 勿欲数 勿见小力 孔子这段话 很重要了 你为了 这一次成绩 献一下 逼得太过了 这个就是见小力 则大势不成 你就尽力去做 平常心去面对 你看这个时候 你放下得失 平常心 这就是在 这种静缘当中 给孩子 相当重要的 心理素质 你随这种 这一点是以考试为目标的氛围 来 面对 好 所以没有练世法 只有练心法 这些境界 也都在练自己的心 那当然 这个 除了我们教学 很用心之外 他整体的氛围 同学之间的 这种 读书的风气 这个静教 也要把它带起来 那 包含 同学们 成绩不理想的时候 我们不要起情绪 我们还是很平和的 就发生的这个事 还是随缘妙用 为什么他这一次会考不好 是不是他临时抱佛脚了 还是是不是他太紧张了 还是不是什么情况 我们也是借每一件事 提升他的心理素质 好 像我就是考试 特别会紧张 假如老师那个时候 能教我 不要紧张 那我应该 会接受 所以在 在这些机会点上 好像我们自己回想 没有老师 适时的体恤到我们的心 我们的紧张 我们的得失 好像我没有面对老师 来 误念我这些心 只有告诉我 少一分打一下 我越来越紧张了 所以当时候 假如有这种暖流进来 我相信我的潜能会 更发挥出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我们复习一下 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激发潜能 这个包含 要把这个 我得做出成绩 传统化的 这个效果出来 连这些念头都要放下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用真心 用对心 这个才是根本 君子物本 本地而道生 我们今天在处理事的时候 本就是我们的心 心对了 事情不会处理 偏差到哪里去 如饱赤者 心诚求知 虽不重 亦不原 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面对境界 很容易就是 谁谁谁 环境怎么样 条件怎么样 我们很容易 把问题推到境界上去了 这样就不容易从根本 下功夫了 好 这个当然 处在这个氛围之下 也是不简单 我个人感受 不管在学校 还是在机关团体 只要我们是为了弘扬文化 都会得到圣贤 祖宗的加持 佛菩萨的加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海南省监狱系统 它是个公家机关 它做的效果 就复兴人员 改变非常大 然后官员都升官 这个给我们信心 学校 吉林松花江中学 他们本来在那个地区 不算是顶尖的学校 但是他们教了传统文化 教地址规了 结果考试 变成他们吉林考场的风景线 因为也很巧 刚好那个考场 有立了孔子像 结果他们的学生 一看到孔子像就行礼 就很特别 以前考试 没见过这样的场景 结果就是他们的学生 结果他们的成绩 就在短短几年之内 就提升得非常快 所以他们当地叫 这个吉林松花江效应 他们是松花江中学 好 所以我们有信心 佛菩萨会加持 祖宗 圣贤会加持 但是注意 一紧张 加持不上 一得失 加持不上 我们心 很安定了 这个加持就加持得上 好 谢谢 雷老师提的问题 那还有 这个 一位学长有提到了 小学生 霸凌同学 应该如何处理 这个要就教育 诸位老师 你们在第一线 一定会遇到这个情况 现在霸凌 连小学生就会霸凌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 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看怎么处理 大家都很牵退 这个论语有说 当仁不让 这个法不能用错地方 当没有人举的时候 你有经验 不说的话 这个是没有做 法不失 还是做法不失 会得聪明 智慧 那当然这个问题 那我们 比方说 这个是 老师 这个问题是老师看到的 还是家长发现的 就用身份不同 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们刚刚刚说到了 你面对问题 首先重要的 就是守住自己的心 你比方 这个是家长 他发现的 他要得很气愤的 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大家想一想 这种愤怒去处理事情 或者用愤怒的方式 去解决 大家想一想 这会继续怎么发展 大家都是情绪的话 那就渊渊相报了 你哪怕 喝 喝阻他一阵子 那后面会不会 又想报复呢 那这一生不报复 会不会下一生 又报复呢 那当然这个方法 可能都要 针对当时候的 因缘情况去看 我们在处理室的时候 也要面对境界 要清楚 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 是什么状况 假如他父母是明理之人 是吧 那只要我们态度很好 有机会交流 或者登门拜访 我们的态度都是 很和气的 小孩子 年纪小 磕磕碰碰 正常 这个可能就很平和的 处理掉了 或者是 可能他的父母 不是很好沟通 但是 这个孩子 也有他的善根 他欺负人家 他也知道不对 你不跟他计较 你去学校的时候 他看到你 他也会紧张 你不跟他计较 你还好吃的东西 请他吃 还说他的好 他不好意思了 包含 跟老师 也建立好关系 因为毕竟 这是一个班级 出现的情况 那 这个跟老师沟通好 那老师也用 很正确的心态 去处理这一件事情 学生 都在这个事当中 受到启发了 欺负人的人 受到启发了 老师懂得 机会教育 引导 是吧 你做这些事情 对自己一点好处 都没有 你开解的时候 也是 让这个错的人 感觉到老师 是为他作响 而不是要 只是为了处罚他而已 好 那 面对 这个 被欺负的人 他从中也懂得 去包容别人 所以我们是 随这个缘 掌善救师 好 包含可能 老师不够重视了 那可能可以 再往上找 那再往上找的过程 也要上面的人 是真正比较平和 要去处理事的 不然有时候 可能越处理 越复杂了 好 那有没有可能 我们的心都用对了 但是事情 还是没有处理好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业力 有时候到什么程度 我们也不知道 岂能静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有用对心去处理 我尽力了 还是 不能处理掉 那转学 我们还是 就事论事 我们也不能太 理想化 但是你说 到底能处理神 什么样 你只能安住 当下用真心去处理 因为你越想未来 你的未来烦恼就会越强 所以 善用 自己的真心去运动事情 开了头了 生意就越来越好 但是我们还是得上点课 还有老师举手 那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再发过来 我们下一次 或者这个问题 紧急的话 我们可以再录音 回应你这个问题 或者不是那么紧急 我们下礼拜再来交流 或者 明天也可以 明天刚好成的有分享课程 我在斟酌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上一次 是跟大家一起学习道 见人善 及施 众去远 以见机 那对于我们一个教学的人来讲 我们首先要见谁的善 而且是有信心的去效法 去跟他看起 这个信心很重要 比方说 我们首先 我们自己当老师 要以谁为榜样 以老和尚为榜样 自己的老师 跟自己最清静的 他老人家所做的 他老人家所说的 你都可以去观察 他老人家是什么 坐之拘隐 坐之轻 坐之师 怎么寻寻善诱的 怎么 这个抓住机会点了 怎么帮助我们 尽于未发 防围度见的 是吧 你看老师上说的 你去劝人家念佛 他就接受了 不正常 为什么不正常呢 他就接受了 他就是要成佛了 我们这么一天对 就人家念佛 人家不接受 很正常 这个心理建设打好了 就没有挫折感 这叫静于未发 作为欲 老儿上还没出来红法 李秉兰老师跟他说 你讲的不好还好 你讲的好啊 住的地方都没有 后来遇到 真的遇到境界了 老师讲的真准 兄弟建设已经做好了 就像 我们当弟子的 现在 常常会想到老和尚说 我们这一代 弘扬文化 比他老人家难 十倍百倍都不止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 老和尚已经 给我们打预防针了 正常正常 我们就不会生起来 我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都是我遇到了 不会有这个心态了 那这个都要我们自己 去用心去观察 去思维 去领悟 去领悟 所以首先 我们要有信心 去听善知识教会 他的言教 他的身教 都在指导我们修行 我有遇过同修 老和尚讲的话 他说 哎呀 我们不可能 老和尚是再来人 你看 他有没有信心 自己做得到 没有 连佛来了 都是应激说法 哪有说我们做不到 是吧 佛又没有说 我想表演个什么 你们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他老人家没有起心共念 他老人家是真心去应我们的 叫应激 就像 李济学济讲 你敲小声 他回 扣之小则小名 扣之大则大名 那个声音是我们决定的 不是佛决定的 他只是硬而已 所以 当时候听老和尚说的 佛是应激给我们的说法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接受了老和尚这个教导了 我们的心态就是 听老和尚的教会就讲 我们做得到 怎么做呢 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 接物之中 那 比方说 这个 我们效法 师父上人 师父上人 学而不厌 每天都 深入精湛 毁人不倦 教学都没有听 甚至于是 老人家 讲课当中 会讲到很多人物 我们也可以见人善 几时起 你看 重重无尽 比方老和尚常讲 张家大师 我们要跟张家大师学什么 他老人家 时时刻刻 都持重 道业者 不可虚于理言 人家 人家问问题了 回答人家问题 一回答完了 这个咒又起来了 因为要不间断用功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这力量才能出来 就像华言经比喻的 赚穗取火 我们赚穆取火 你不能赚一下 停一下 赚一下 停一下 手酸了 不知道要赚到猴年马月 火才出得来 这个火也是比喻智慧 勇猛精进 没有懈怠 最后智慧才会出来 所以用钻穗取火 火还没出来 休息了好几次 这个温度就凉掉了 火是水子灭 这个就比喻 我们在修道当中 不能懈怠 懈怠就像这个 钻穆取火 钻不出来 那老和尚也具体指导我们 张家大师是持咒 老和尚说我们持佛号 有事的去处理 不管是去办事 或者是 讲话 去处理事了 这个时候佛号可以放下 事情一处理完了 佛号再提起来 真能那么做 心上不放事 心就能清静 就能空 因为只有这一句佛号 而且这一句佛号 就是自己的性格 佛号能保持在心里面 叫常住真心 住在真心上 没有住在烦恼 比方说我们没事了 老日里翻 人我是非 担忧未来 患得患失 那就不是住在真心了 住在忘心 分别执着当中 当我们平常没事的时候 都住在烦恼 分别执着中 你马上去处理事情 是不可能不用忘心的 这样就恶性循环了 所以这个佛号 真的要越来越念得 上心才行 不然只会感觉 事情越处理越累 好像处理都解决不彻底 解决不干净 都会有后续的问题出来 因为带着烦恼去处理事 很难是智慧处理事情 很难不延伸出新的问题来 所以我们教学的人 什么事要摆第一 念佛要摆第一 你佛号念不住 我们只有烦恼做主 那事情就处理不好了 所以黄老这句话很有味道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要求我们当第一 因为你要把事情处理好 你的心的状态是根本 你心非常的安定平稳 事不会差到哪里 只要心不能安定平稳 铁定处理不好 所以孰轻孰众 这个我们得认知清楚 逼我们念 催我们念 我们不见得会念 唯有你认知 唯有你认知到它的重要性 你就不敢放松 用主说的 随盲随险 不离弥陀名号 顺境逆境 不忘 往生西方 平常没事的时候 不念佛 你真处理事 你不起情绪 不大可能 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平常没事 你养兵千日 你那佛号 要尽量提起来 你遇到境界人 那就是用在一时 你才用得平稳 张家大师老上说的 没见过张家大师 批评过任何一个人 我们听了一感动 马上写下来 见仁善即时起的 具体效法对象 要常常看 这些影像 越来越深刻 在境界当中 可以浮起来 诸位 忍者 你们有没有经验 在一些境界的时候 浮起哪一个榜样出来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浮起过 你爸爸 你妈妈 你爷爷 你奶奶 这个都是 见仁善 即时起 而且这是你最亲的人 这最亲的人 我们都效法不了了 远一点的人 我们真的能够效法吗 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分享一下 不是只有提问题 大家分享一些宝贵的领悟 宝贵的体验 宝贵的经验 这个叫切磋的友谊 有没有 你们洗脸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到汤王吗 汤之旁民曰 狗日星 日日星 又日星 洗脸的时候 就想到汤王 大家还有没有 在每一天的生活情境当中 有想到谁 古经中外 这些圣责人 我现在感觉我们 台湾的老师也是这么谦惠 举个例子 你看古人 他们这个见仁善即时起 确实很用心 我们上一节课 跟大家提到 范仲淹 范仲淹的家族经营的这么好 他有榜样 他是以窦淹山为榜样 对啊 你看这个司马迁 大文好啊 第一本同时啊 他有没有榜样啊 有啊 左秋名啊 人没有榜样啊 那你每天往哪里笑法啊 所以这句很重要啊 我们只要做什么 心中没有榜样 心中没有佛法 就稀里糊涂造业去啦 像我们后面 要提到了 这个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轻 这个 闻到 战欲啊 成煌成恐啊 受宠若惊啊 闻过心 听到自己的过失啊 很欢喜 其实大家想一想啊 闻欲啊 欲是名啊 名欲 了凡世信说 名欲 福也啊 名是福报啊 世间想圣名 想圣名不就是福报一直在花吗 名不腐蚀啊 那个福报啊 损得很厉害啊 诸位忍者 这个我最有经验啊 虚敏在外啊 没有实德啊 你看要真胖啊 真胖了落干年了 胖不了 人家有福报了 自自然的这个双下巴就出来了 我不要说双下巴了 连这个下巴长点都都努力了好多年了 所以 人家有福报的自然那个福相就献出来了 哦 所以名不是好东西 哦 你很喜欢那个名 你正在看清楚了 哎呀 名义福也啊 想圣名 实不符都有奇获啊 你就不会听到赞叹就高兴半斤 你会尘黄尘狗啦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我还差得远 我见到一位法师啊 他年龄应该 大臣得差不多 快二十岁吧 我挺敬佩他的 他修行很用功 他讲经也讲得挺好的 他讲经下来啊 有同修过来 他说 好的都不用讲 坏的尽量讲 不足的尽量讲 哎呦 这个我们看了都很感动啊 他有这个态度啊 那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 这个 传统的父母啊 传统我们 这个华人的父母啊 不会在 别人面前啊 赞叹自己的小孩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传统中国人 华人 他比较内敛 而且孩子 就是自己的骨肉啊 所以赞叹孩子就好像赞叹自己一样 这个说不出口啊 这都是一种心境啊 这都是一种心境啊 古人那种对人心的那种敏锐度很高 这个前几天听到一个朋友啊 他讲的课啊 他讲的课啊 人家帮他出书了 然后他就说啊 我想跟他说呢 他们讲的钱不够啊 要不过我出点钱 他说我说不出口啊 因为那是我 我讲的东西啊 然后我说 我拿一些钱 你多用一点 讲不出口 那承德啊 这个印象很深的一点啊 我记得爷爷去世了 那刚好啊 北部啊 因为家住高雄啊 北部啊 同修来了 有几位同修啊 比我父亲还年长 那他们都见过几次面了 结果这些长辈啊 到了 一看到我父亲啊 哎呀 你儿子 我就开始赞叹了 我那时候才三十多岁啊 赞叹 他讲 没讲两句啊 我父亲就止住了 他那么年轻啊 太多太多不足了 你们应该多给他提意见了 不要赞叹他 哇 我当时候在旁边听了非常感动 你说四大烦恼长香水啊 人这个慢性是很容易起来的 你假如连父母都一直 哇 一直夸赞你了 尾巴就敲起来了 而且古人说 少年得志 大不信啊 少年毕竟人生阅历有限了 他假如 这个慢性啊 这些 自以为是的心上来了 那要调伏掉啊 那不简单啊 这种习气增长上来啊 染很快啊 去掉不容易啊 你看一滴墨汁下来啊 不到一秒钟啊 要用律子把这个墨汁再清出去啊 那你没有十倍百倍的时间是办不到的 所以为什么礼记学记里面强调 静于未发之为欲 这个欲防法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那个副讲 副讲一开始不要发挥 就怕什么 一发挥 底下人一战战 就觉得哇 我自己挺人的 讲得那么精彩 旁针薄影啊 走走啊 他可能就会增长慢性了 所以古人他考虑事情啊 他用的方式 可能考虑得很深 很远 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好 那这个 唐朝 有一位官员叫陈文本 他被啊 升为中书令 那这个就等于差不多是宰相子了 结果啊 他呢 在家里面很忧愁 他的母亲啊 看了 你升官啊 为什么忧愁啊 他说了 我又不是皇上的亲戚啊 又不是他老朋友 又不是呢 这个 建功立业 很多 我位置这么高啊 责任很重啊 善善惊惊 跟他母亲说啊 这个 君臣之间啊 家人之间啊 都要冷静 不能 都没有警觉性啊 一起都高兴的半死 最后都堕落下去了 赵匡应当皇帝了 悲酒士兵权当皇帝了 结果呢 他登基了 在那个 那个典礼之上啊 他妈妈非常严肃啊 结果那大臣们 哇 你的儿子 母以子贵啊 你儿子都当皇帝了 你怎么 不欢喜啊 你看 赵方医的妈妈有见识啊 他借这个机会教育点啊 你看第一天登基了 他说他 他好好做还好啊 假如没有好好做啊 被人民推翻了 命都没了 子孙的命也没了 但谁可在周啊 亦可覆周啊 警觉性高啊 才能不在富贵当中堕落下去的 为什么 这个孝经 诸侯章一国之君 诸侯章第三 在上不交 高额不回 不能骄傲啊 自洁景度 满额不易啊 不能说此啊 这不是自一个国家是这样啊 自一个企业团体 包含传统文化单位都是一样的 你处高位的人 权力大了 要依经典做事情啊 顺着自己的习惯 习气便造业了 顺着经典功德无量啊 顺着习气 那可能造成团体的问题啊 造成大众信心的问题了 我们本来是在护持正法 护持大众的信心 结果随顺其气了 变成那大众没信心 断人家的法源 那不是很冤枉吗 所以诸侯章第三后面是 战战兢兢 如灵深渊 如履不兵啊 所以陈文本跟妈妈说完 接着人家来道贺了 他说我今天只接受调宴 调伤啊 不接受祝贺 陈文本讲这句话 他有效法的榜样啊 见仁善及自己他是唐草哦 他为什么说吊宴啊 因为春秋时代 我们知道春秋五霸 有一个人叫储庄王啊 他为什么能成为春秋五霸 因为他用了孙俗袄 这一个很好的 他们储国叫令影 就宰相 这个 就是春秋时代的典故了 这个孙俗袄啊 当了储国的令影了 结果呢 这官员都来诸贺了 只有一个老先生呢 穿着商服来了 要来钓伤了 大家听故事要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去 你今天做了国家总理了 很多人来给你祝贺了 有一个人穿着商服来了 你会怎么样啊 给我轰出去 这个孙俗老有修养啊 他马上说了 看到这个老子来 行礼了 哎呀 楚王啊 不知道我德行不好啊 还让我当在这个位置呢 我也会受到这个 臣民百姓的 购骂了 那 这个 所有的人都来祝贺啊 只有您呢 来钓伤了 您是不是有宝贵的 这个 教会 要来跟我说啊 这个老人家说 有 你身份已经贵了 但是你很骄傲啊 那 人民啊 会离开你 明去之的 位已高 位置很高啊 而善权 你弄权了 不听劝告了 国君啊 会厌恶你了 君勿之的 路以后 你的 国家的俸禄很厚了 而不知足啊 还要贪财的话呢 你的祸患就要来了 孙叔好听完 又再给他拜 一开始来就已经行礼了 又拜 再拜约 很恭敬的 接受你的教诲 叫敬受命 愿闻余教 愿意再听你继续教诲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 利于行 良药 苦口 利于病 接着 这个 老人家说了 你位置很高啊 但是 非常的谦卑低下 你官 官位很大呢 但是你做事 小心 轻谨慎 你路很厚了 但是非常慎重 不敢贪取 名指名高啊 不能乱 拿了 你只要守好这三个原则 就可以把楚国治好了 后来 很快 楚国就大治了 所以你看古人 陈温本唐朝的人 他有没有榜样 你看他面对 未高了 以 这个 孙淑偶为榜样 那大家体会 从这个故事 我们再延伸开来 因为这个 都跟 文欲恐 文过心有关 我们看 楚国大治 其实 关键的人 有可能我们不认识他 这一位老者是谁啊 不知道 所以历史当中啊 往往成就工业 那个很关键的人 真人不露乡 他都是那种 不想 露名的 然后很低调的 去把事情忽念好 这个是孙中山先生说的 宁愿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他不要这些名啊 官啊 但是他为百姓着想 很重要的是 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候 他能帮上忙 他一定会出手的 再来 孙俗敖 为什么会当上宰相 你看这个历史 你往后沉沉再推下去 你就知道 成就一件事 太难 所以啊 尘世不易啊 我们不要常挑毛病 我们常常想着 我既然 跟团体有缘呢 我能为团体啊 做什么 团体现在缺什么 我能尽什么力 这个 孙俗敖啊 是 楚国的 这个审令营啊 推荐的 那 为什么他会推荐呢 是因为啊 楚庄王啊 他有一个妃子 叫梵姬啊 有一天这个 楚庄王 下了潮了 比较晚了 这个梵姬 带王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朝政才办完呢 这个楚庄王说 哎呀 我今天跟 忠贤之士 谈话 这个梵姬说 忠贤之士 你是跟 哪个诸侯的 这些门客啊 还是国中的 哪个人才 谈话吗 不是啊 我是跟 沈令营谈话 樊姬就笑了 楚庄王说 你笑什么 他说 他怎么是忠贤之士 这个樊姬啊 你看 一个人讲话以前 他自己有身教 他讲话就有底气 樊姬说 带王 你看我 事后你 十一年 我都啊 花功夫 花时间 帮你去找 好的女子 我帮你找的 有十二个人 现在十个女子 跟我 同样的层级 有两个超过我 我何尝不想 拥有这个 带王 你独自的宠爱 但是呢 我不敢以我的私欲 把这些好的女子给 这个遮蔽了 那这个沈令营 当令营 当了那么多年 没有见过他推荐 哪个贤德的人 也没有看到他 罢助哪个不贤的人 他这样怎么算忠贤呢 就储庄王 把这个话 就讲给这个沈令营听了 听了 哎呀 太惭愧了 后来才 把孙俗敖推荐出来 好 这个故事听下来 樊基 对于 楚国大志 关不关键 很关键 所以你看 这个储庄王要成为五霸 这里面好几个人物 只要缺一个就没了 所以万法应原生 一件好事 有好几个人 你缺一个都不行 所以我们 去感觉到原的不义 我们那个感恩心 就出来了 哇 这个同仁 五年了 这个同仁十几年了 那种心心相起 走这个路不容易 好 所以大家看这个 一个国家大志 好的女子 太关键了 唐太宗 就是有一个长孙皇后 不然 十个魏征 都不见得够杀 好 这个延伸的有点长 拉回来 因为这个重重无尽 从这个 这个 老和尚 那老和尚 故事当中 这些人物 我们可以效法 包含古经中外 所以你看我们 挺有福报的 我们中华民主 五千年历史 流明青史的 甚至人那么多 我们肯 把这个心 向他们学习 他们的加持 都会马上就到了 为什么 他们太欣慰了 有能肯效法 这个就起感应道教了 那我们肯效法 哇 那就很多古人经人的优点 都集我们一生了 这个我们要不成佛 多难了 所以这一句 见仁善及师起 真正落实了 成佛就有把握了 大家认同吧 见仁善及师起 每天都得日敬过日少 怎么可能不成佛呢 所以这么讲起来 成佛也不算太难 只要肯见仙师起 我们就是善财同子 五十三餐 那在这里 也分享一个同仁 他实际 有把他听了老和尚的 一个故事 里面是讲到老和尚的上师 因为老和尚在的那单位 高官很多 老人家虽然是文书官 他每天见的都是大人物 结果他们那个椅子有弹簧 然后有点往后躺 有点往后扬 扬得很厉害了 结果上师走进来了 那当然老人家 当时候年轻一看到 也是很紧张 那是他的领导 结果他的上师很温和的 没有指出他的问题 反而说 小心不要摔着了 你看那个 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少说批评的话 这个 少说 这个 批评啊 伤害的话 都说什么 关怀的话 关心他 一个人当他觉得自己错了 别人不止没有指责他 还 关心他 一个人的善根就在这个当下 一定会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境 真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我们能做到这种分上 这么真诚 不见人家过完 念念都还是关心对方 一定能感动人了 所以 我们这一句啊 离老 也有教诲 都是跟这些相应的 见人有善 不嫉妒 要随喜 见人有恶 不指责 要规努 要规劝 行任够可以规劝 或守μα 行任不够啊 那就 不能强求保持沉默 见人错事 人家做错事了 不指责 要协助 当一个人做错事了 当下他也慌了 你看就好像一个孩子 打破一个杯子了 这个时候母亲马上一顿骂过来 她更慌了 更恐惧了 你看 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不能被情绪左右 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 人好不好掌握情绪 说难 不难 说简单 也不简单 称心是从我生出来的 假如我们的念头 在对方身上 我们不容易称心 我们在孩子的身上 他打破完 他那个脸是惊慌的脸 你还会指责他吗 不会的 这个时候你去安抚他 我们生气是因为 你搞什么 你不知道我那杯子多少钱吗 你是在那个物品上 你是在那个行为 造成你的情绪上的情绪上 自我感受上面 没有在对方上面 所以老阿商的妙法 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叫慈人 有慈悲心了 不容易发脾气 所以假如我们脾气大 慈悲心还不够 我们是大臣 学人 慈悲心不够 就名不腐蚀 会折福报 我们得明辅其始 落实老阿商这一句 念念为他人着想 所以见人错事 不指责 要协助 那这一位同仁 他看了老和尚 的教会 提到了他这个上师 要讲关怀的话 他什么时候想到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他接到 孩子打电话来了 孩子念中学 跟妈妈讲 妈妈我今天晚一点回去 社团事情还没结束 这个妈妈一听 有点情绪上来了 怎么又晚回家 情绪上来了 但是想到了 老和尚这个上师 看到不对了 没有指责 关心 不要摔着了 关心嘛 人能稳住情绪 就不被静转 不被静转 就能转静 我们面对一切静缘 就两种情况 不是被他转 就是他被你转 结果呢 这个儿子 回来了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曾经 晚回家的经验 虽然跟爸爸妈妈打了电话 进门去怎么样 还是有点紧张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大家现在想一想 我们念高中那个景象 是不是就像昨天一样 还是很清楚 你看有时候 有时候同学拖一拖 时间比较晚 走进家也是在那 爸爸妈妈的眼神怎么样 脸色怎么样 结果这个妈妈 情绪已经调好了 当儿子进来了 儿子啊 你们刚刚社团 在练习些什么 这个儿子 一愣 可能 跟他期望的 有点反差 我们应该让 我们的家人朋友 常常都会有这种 反差的景象 让他们 有那种 惊喜 有那种觉得 每一天都有好戏 上场 孩子 一听妈妈问候关怀 一下子 身心就很放松 然后就开始跟 所有的家人聊 刚刚社团 做了哪些事 自己的孩子 能对你 无话不谈 那这种家庭氛围 太好了 他父子有亲 保持住了 他假如有些话 慢慢不跟父母讲了 对他不利 对他的人格健康不好 他的情感 就会有所 这个 必设都有可能 是吧 你看一个小孩子 啥事 就围着爸爸妈妈聊了 这是 父子有亲的天性 好 后来聊完 吃完饭 他就去做功课 做完就休息 假如进来 没有控制住情绪 你一批评 他会不会告诉你 他社短的这些事 所以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 啥事都不告诉我们 是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把原因找到 解决不了事 而且 孩子不跟我们讲 他发生的事 或者心里话 绝对不是一次两次造成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心不能太粗 学生一些话都不敢跟我们讲 可能也是我们一次两次的一些做法 可能造成他的担忧 恐惧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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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单元 都跟言语有关 所以言语 要控制情绪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我们修学之人 要打破 自欺一关 不然 我们很容易犯什么 合法 掩护 非法 比方我们脾气大 发的脾气说 不是说要恩威并济吗 哇 你看 他还有理由 威是什么 威不是发脾气叫威啊 这不能错解 威是你有原则 不是烂好人 威呢 是你有道德之威 像我们回想自己的父亲 不说一句话就很有威严 因为 父亲从来不让 不会让爷爷奶奶 超一点心 他就是我们德行的榜样 他就有那种威出来 只要动了情绪 就是忘形 怎么可能会对孩子有帮助呢 孩子是一抱 随着正抱转 所以我们 这一代人 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还是比较强势 不柔软 尤其女众假如强势 那可能会给人更难受 这不是我说的 太上老君曰 男不忠良 女不柔 挑这两个字不简单 挑出了男人女人 她的特质当中 非常重要 要表出来的法 你说一个男人不忠 他就不像大丈夫 他不扛责任 你就觉得 这男人 没有正气 良 善良 你看那个 那个历史当中 范中淹的儿子 范存仁 百姓 这个 遇到饥荒了 结果他一判断 再写作者回来 又要死一批人了 直接下令 开仓放凉 那是开 皇上的粮仓 那可能 要杀头的 那可能要 严重处罚的 你看 这种善良 这种善良当中 有 刚正之气 他勇于承担了 没关系 我掉脑袋 能救活百姓就好了 好像 静待这个 清朝第一清官 于成龙 也都干过这种事情了 忠良 那女要柔和 要能顺 那男人 要刚中带柔 女人 柔中带刚 男人要不要顺 你不顺你的父母不行 你不能跟你父母顶着干 你要顺势而为 你当下属了 你对你的领导要不要顺 对呀 这刚柔要并济 重要的就是不能习气做主 不能 这个 情绪做主 不能 合法 掩护非法 自己真的动气了 自己要关照得到 所以要教孩子 不能发脾气 有脾气了 先吻一吻 不要急着去 处理思想 心平气和 则能也 心平气和 再能讲话 那我遇到 一位妈妈 他学习了老和尚的 传统文化老师 应该具备的素质 其实这一篇 是给我们 每一个人 非常好的互念 我们要扮演好 我们的角色 我们一定要 坐之君 坐之清 坐之师 这个君心事的精神 我们要做出来 我们的这个本分 事情 才能办人满 你只要用 君心事的精神 我们的心就跟真心相应 那这一篇 比较偏重在 坐之师 其实君心都在里面 你看老和尚说的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移 这样的行为 就有坐之君 以身作者 你不撑 你不贪 你都是体恤孩子 这个就是坐之亲 那遇到孩子的问题 寻寻善诱 就是坐之师 不是情绪 脾气做主 那老和尚在这里 有指导了 对学生的惩罚 那不是让老师发泄忆气 而是老师出于善意 节制学生的顽劣 以及加深学生的记性 我也有听说 处罚孩子 在其他孩子面前 把裤子脱下来 这是绝对的错误 假如你还说 你是老和尚的学生 你把老和尚都脱下水了 不能干这种事情 我们说跟老和尚学 我们的做法 要跟他老和尚的教导相应 不然这个业很重 我们的行为还造成 别人对老和尚误解 他不是跟老和尚学的吗 他还清静过老和尚 那我们把大众跟老和尚的缘给影响 这一代大善之士的缘可不容易遇有 我们不能造这种业 所以不能顺着自己的习惯 要依照老和尚教诲 因此你是出于善意 所以惩罚必须很有节制 很有善巧 不致造成学生身心的伤害 所以这个母亲就是 她发觉以前处罚自己的儿子 没有掌握住情绪 他回想了 他的孩子年纪小小的 居然就会做早餐给他吃了 他回想了孩子那么多 这么可贵的善根 他自己就很忏悔 记住 忏悔 接着是奋发改过 不能忏悔又陷入 这个沮丧情绪 要会转 转烦恼为菩提 化危机为转机 其实 孩子跟我们是天性的亲 只要我们转变 孩子是非常感动 他多么渴望恢复那个父子有亲 跟父母有隔阂 没有人快乐的 都希望化解掉 都希望生命的那一刻到来 所以古人有七不择之教 很值得借敬 要避开这七种情况 我们就看到 古人很柔和 很体恤 孩子 体恤对方的心 第一 对众不择 大听广众 不要责备 孩子 要给他尊严 第二 溃毁不择 他已经感到惭愧了 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骂他 不然他会自责太过了 第三 木夜不择 睡觉前不择备 不然他带着沮丧失落的情绪 本来就做噩梦了 我们就是柔软的心才能考虑到这一些 第四 饮食不择 常女举药也提到这一点 吃饭的时候不要责备孩子 不然 脾胃虚弱 消化不良 第五 欢庆不择 他很高兴的时候 你不要突然 听到什么事的就去喝止他 他经脉处于这个高兴的状况 一喝着 马上就堵住了 身体伤害很大 第六 卑忧不择 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第七 疾病不择 生病的时候 不要责备他 因为他身体很虚弱 所以 在这些时候 是需要父母的关爱 温暖 生病的时候 比任何药物都好 这些古人的教诲 我们要传产 七不择 这不是七件事 你把它延伸开来 举一反三 我们就 能实时体恤孩子 不会造成他 心理上的伤害了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